哈喽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来分享一个 最小手势盒的北京风格 然后是知道什么形状或者什么颜色 适合自己最重要 那个照片里戴的那个 就是穿蓝色衬衫的 然后它是稍微有点夸张那种 它颜色没有很多 它是纯黑白嘛 所以它很好搭衣服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小肿 然后你可能不会戴一只天 所以它不是这种日出暖化 它是比较适合用来搭衣服的 但是呢它的优点 包括这一款的Story 它都是虽然看着 稍微有点点夸张 但是呢 它们搭配一些很简单的 那种纯色的衣服的时候呢 又给衣服特别的加分 所以这种丝如 加上那个金属的 还有小珍珠的一些绳子 长型的 所以特别的修饰了一些 可能你看那些衣服 本来其实除非 但是加上这些东西 然后我刚刚换了我最丑的 那一支 我整个都搭配好的衣服 然后我觉得它搭上去 也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像穿搭 像二世这些 它只是让你去告诉这个事情 你今天要探紧 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畏销的 比如说像这个 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牌子 是我跟我妈妈逛街的时候 当时我也是没有耳朵 它当时是 第一次就是说 建议我去打个 这个我们词后 就是它是 灰子 像这种月球的表面 然后它有很多 形状出一的小类 很小像是一样 但是你要是真的在 阳光线比赛 它是会有种 对 这个是我在当时 从录音回来前一天 在那个 在那个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我刚才做冰舞 这个是个法国牌子 它叫 大概会异 然后 她的意思应该是 法国南部海岸的 一个女士 她家的系列呢 全都是童话鞋 就是很多那种什么 跳芭蕾舞的小孩呀 还有那种小猫小狗 还有包括之前的 爱琼星系 然后它主展的呢 就是这种 就是小鸟啊 小花呀 它很小 但是它又特别精致 就是童子多次 再来的就是那些 淘宝店 小小的一个 看到一个小鸟带 然后就在它 评论里面搜到那边 这个 月 就是新春菇 新春菇 这个款 这个款应该是卖一个最好 不是看到 就是 这个可以放 一个小鸟 两次就这样挂点的 然后你摇头 就这样晃 这个红色的 而且特别好吃 像比如说 你穿手看一会 然后就每刻在这里 不知道是说 大骨厨 这个特别 这边是特别正的 这个就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先进的 然后 翻到这个 这个是我 当时 拿到第一笔 当时赚的工资 然后当时正好 会去回家机场上面 就是看到 潘诺尔有这款 然后它里面 是像是星辰 然后后面形式 能够接触 这款 就能看 从月球 在反拍 然后 差不多 就算是没有 不错 再几个最先了 就是因为 我耳朵之前 它避过去 所以其实我 很久没有带牙花了 所以它会出 出一些事情 如果你们想要 那么 好 我先拜拜 拜拜